前花莲市长田志轩逝世四周年 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取消大型聚会活动 并选定田志轩的国校、国中及高中母校 颁赠66位优秀勤罕学子 奖助学金共10万元作为纪念 田志轩基金会负责人张美慧表示 希望鼓励田志轩的学弟妹积极向学 也让年轻一代透过基金会 认识曾经深耕故乡 照顾弱势但是已经已故的大学长田志轩 传递社会温馨的公益力量 田志轩基金会负责人张美慧表示 今年是田志轩离世第四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为了避免群聚风险 四周年纪念活动改采线上影片追思 还有走访田志轩的国小、国中、高中母校 颁发老田学弟妹奖助学金 让大学长可以一爱人间 因为今年我们纪念田志轩四周年 我们发放了奖助学金 那设定的对象就是 他曾经读过的吉安国小、吉安国中 跟花莲高中 那其实人数并不多 我们是设定有70位 那往后在于 对于我们花莲限制的一些孩子 可能清函的优秀的 学业成绩好的 或者节约成绩是可能没有那么突出 但是他也是需要帮助的那些孩子 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形式 包含生活上 可能他家庭经济的接触改善 一些物资 那对孩子个人 当然是讲助学金 给他们一些支持 给他们一些鼓励 那透过不同的方式 那透过多元的一个形式 来展现 来表达 我们对于他们的关怀 以及社会支援的益助 那最重要的就是 透过田志轩文化益助基金会 这个平台 我们希望 田志轩的精神 继续在花莲 能够我们可以传承 那他的精神 他的想法 他多地方的精神 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 张美惠表示 在五月份推出了 追思田志轩四周年纪念影片 内容包括田志轩 生前巡视地方建设 关怀长辈及照顾弱势的照片 也加入了过去三年 田志轩基金会举办 追思践行活动的相关画面 音乐背景是 《花莲我的家》 这是田志轩竞选花莲市长 连任的竞选主题曲 代表着他对花莲这片土地的热爱 接下来六月中旬 选定了田志轩成就读的 吉安国小 吉安国中 还有花莲高中 的优秀清韩学弟妹 班正奖助学金 鼓励力争上游的学子们 让他们认识这位 意爱人间的大学长 也提供受助孩子 社会温暖的力量 我们吉安国中的大学长 田志轩来帮助我们这些 我们吉安国中的这些孩子 这些孩子其实在课业上 虽然不是真的很足处 但是呢 不管他们在品性上 在一些生活常规上 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那可能他们没有办法 获得一些很学业上面成绩的 那个奖学金 但是呢 我们田志轩基金会 这个奖学金确实可以帮助到 我们这些孩子 也可以鼓务我们这些孩子 让他们以后 真的用这个奖学金 去想做他们自己的事情 然后买他们想要的东西 然后呢 把这一颗种子放在心里面 未来他们长大之后呢 他们也会可以学我们 大学长田志轩一样 回过头来 再回馈我们吉安国中的学弟学妹 那希望我们这个田志轩的 这个基金会的奖学金 在我们孩子心中 深埋在我们孩子心中 期待有一天长大 也可以效仿我们大学长 来回馈我们的孩子 回馈我们的社会 这次获得捐证的 总共有66位学生 总计捐助的奖助学金 是10万元 记者金鸿一旅会 吉安相报道 吉安平